狗仔偷拍简曼叔素颜伟少女只开小三陪吃镇边人。 30岁的简曼叔去年7月与大10岁的发型师老公云昌龙登记结婚,育有9个月大女儿云大,18日在文华东方酒店不办婚宴。 不过小俩口虽然孩子都生了,却没有老夫老妻感,相处仍然充满粉红泡泡,20日记者在云昌龙工作的发廊据了稳败,捕获野生小夫妻踪影。 简曼叔顶住大素颜,带住厚厚的眼睛拿住书本,坐在店内翻阅视频行录,而老公云昌龙忙了一下,就过来陪老婆讨论,简曼叔拿了有戒指的颜面给。 他看,老公看了看对着他笑,似乎很认可老婆的眼光。 比较不忙时,云昌龙靠到他身旁,坐下来,没有九个月大的女儿云大,在现场,夫妻俩不时深情凝望,暂时可以过一下二人世界。 讨讨论得十分热络,画面充满粉红泡泡,距离营业时间还剩一小时,云昌龙般助婴儿推车,拿到外头坐上了一台要加238万元起的铁灰色Landro Over,Discolary Sport,修理车,亲友与他画家长没多久,简曼叔也从店里过来,会合,靠在他身旁一块看手机,接着上车一去。 坐车直奔通话接夜市,老公将车停到停车场后,夫妻俩甜蜜勾着手尽心开的牛吉烧肉餐厅,与朋友会合用餐,简曼叔双手扶住脸,摆出少女般期待的表情,看来非常兴奋。 简曼叔今出席新鲜,01-11号,记者会,会后被问到和老公当天的约会,他认真歪头看照片想了好久,终于想起来,我们再看明年的结婚纪念日要买什么视频,记者好奇纪念日距离现在还有大半年,他笑说要存钱呢。 小确幸让日子有期待。 至于两人逛夜市当约会,他说每天工作后都会希望有一点时间设两人世界,最方便的地点就是夜市吃吃喝喝了。